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甄嬛是一个女人在权力面前慢慢异化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她是个成长的故事 那甄嬛成长得不错 对吧 她能叫英雄吗 一个人通过攻斗也付出了很多 那不叫吧 不叫 我觉得我就是只要是说为一己之利 就说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就是损人利己 还有一种情况是利人利己 还有一种是舍己为他 我觉得舍己为他显然是英雄 就英雄必须要有舍己的 起码应该是无我的状态 就是能帮别人嘛 那你说美国的英雄也这样 你比如前一日子演的大白 那一橡胶塑料人 不是那个好 我还看着我还哭了两情 出门我说我全面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我全面接受他的观点 我说他这个教育 他这个普及不得了 我说他让我如此之感动 而且他的技术做得太好了 他用这个3D的技术 他复制美国街区 把那个人物的都是假人 搞得如此的生动 还这么样的感人 然后里面最后到死之前 还说我为了人类 我绝不杀一个人类 然后最后他牺牲掉了 但是他可以复制 又复制出的一个他 那比如说这样的话 那我就接受了 我接受完之后 我回去歇了一会儿 冷静了一下 我说这个美国政府和这个 美国这个电影是一回事吗 我这个可以要警惕一下 如果你美国政府说 你全都这么教育 就好在乌电影 70%的覆盖率 那大家都接受你这个 虚假的这个电影中的 这种英雄 那我们 如果我们这么接受 仁爱和大同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 和同情心巨大 有善心的这样的 帮助他人 完全善良的这个 那我们都接受了这个东西 但是你政府 你不要称霸 你不要想让你称霸 如果你想称霸 你不叫地球村 你不叫人类大同 你不是和平的 你想称霸 你想当老大 那我就得警惕你 那不然你杀我的时候 我说我绝不杀一个人类 那我不跟南京大屠杀一样吗 是啊 所以好莱坞电影跟政府是 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 反正这个弄不清楚 反正他还经常黑政府吗 是吧 但是好莱坞的所有的英雄 这个超级英雄 动漫系列 这个就是漫威过去创造的什么 蜘蛛侠 钢铁侠呀 银河护卫队呀 所有这些 那美国的这个超能力的英雄 都是战无不胜的 对 就是劝人向善的 劝人向善的 中国的反英雄是倒有一个 大家很熟悉的例子 就是韦小宝 韦小宝 韦小宝是一个真正的 就是反武侠 反武侠 反侠客 他武艺又不高 又缺乏侠义精神 可是处处成功 对这个形象其实是一直 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的 按照的 他那个舍起救人 肯定不会了 但是他也有底线啊 吴杰操有底线 就是韦小宝 对对对 我也经常说 我是叫吴杰操有底线 但是他是 我我现在觉得 其实有两个圈子 比方说啊 呃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知识分子的 或者精英的 比如说历史学者的这个圈子啊 他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观点呢 有些看法啊 在一个就一个社会的健康来说啊 他只能在小圈子里存在 比方说 可能深通历史的人 对吧 或者有某种虚无主义观点的人 他可能就会说出那句话 所有的英雄都令人厌倦 因为我查过他们的底调 是吧 全是有披露的 全是有问题的 或者有撒谎的 有变造的 或者有前半戒英雄 后半戒小人的 或者有全是装算的 对吧 等等 他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个别人 他不奇怪 就是说 呃 这种崇高都不是真实的 对吧 可是呢 至少他是制造出来的 制造出来的 可是 你 你像美国这个好莱坞电影 我又觉得他塑造英雄呢 似乎也跟他的主流价值观 很吻合 你也很难想象 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 如果都这样 你这个社会没法存在 你外面 如果就是说 哎 这个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什么英雄都是假的 人的本性就是弱肉强食 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想 都这么干 咱们也存活不到现在 所以你看 有时候你就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某种矛盾 一方面呢 似乎某些英雄 不断的被反 或者被揭 被嘲笑 但是另一方面 你又觉得 一个社会需要某些价值 我觉得像美国 好莱坞大片 他整天就在 整天就是这个 整天就是这个 舍己为人嘛 但他最近那个大片 那个美国狙击手啊 Clean E45的年纪很大了 现在新拍那个 票房非常好 他就是两面都讲了 他讲了一个 这个美国兵到 到中东去 他打死一百多个人 枪法特别准 他当然这个打的人里边 也有是 就是旁边莫名其妙 被打中 但大部分 他救了很多人 可是在某种程度上 你不是一直在杀人吗 他把他作为一个 英雄歌颂 可是电影的结尾呢 是他回来以后 他其实是有 有忧郁 有有证 然后他去帮助 其他退伍军人 被另外一个 换这种退伍军人证的人 把他打死了 就是莫名其妙 把他打死了 那他这就不是 在说英雄 他是在说一个人 人性 他这个人是一个英雄 但这个英雄 最后莫名其妙 被别人打死 这个戏就非常非常的反讽了 就是说他到最后 你看完了以后 当然也符合我们之前讲的 一个英雄 是高贵的人 最后又受到了惩罚 引起我们同情 我觉得英雄 他可能生活中有纰漏 或者他有一些性格弱点 这都没关系 我觉得到关键时刻 他要真是能帮助大家 成就大家 真是心怀人类 比如做了一个 比如说我说有一个母亲 这个缆车掉下来的时候 他在最后一刹那间 他把他儿子拖着呢 这是英雄 这肯定是具备着这样的一种 完全就刹那间的生活 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从小看到的这一批的英雄 英雄谱 至少有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塑造的英雄 或者制造的英雄 都是完美无缺的 就连一点小的 雷锋啊 王杰 欧阳海之间 没有一点小的错误 而且没有一点小的错误 而且还涵盖着一种什么色彩啊 我就觉得跟这个宋明礼学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涵盖着一种无欲的色彩 你比如说就像你说 这个美国这个英雄 咱允许他报得美人归 对吧 但是你看中国这个英雄 你觉得他像个清教徒 他有没有这么一种 我觉得是这个建国以后 有一些就文革的色彩啊 但是英雄可能是比较无欲的一个状态 但是就是说 这个是一段历史阶段 但是我从就是比如说文天祥啊 包括杨敬宇啊 这个什么石科法等等这些 我觉得那确实真是很了不起的 对 其实你包括说林泽徐 湖门硝烟这个事情 当时说他又不消烟 不也可能没意思鸦片阵阵 错 我觉得有没有一定会有 早晚的事 他还是就得消这个烟 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厉害的 就是在关键时刻 就咱不说英雄 可能离咱挺远 咱也达不到那么高尚 但是我觉得担当这个事 担当 还有一个就是再正面一点 我做不到 我也别损人家 还有一个我也别老瞎说人家 还有也不能说90%都是否定人家的 那你说美国英雄 美国的超级英雄 我个人觉得也都是假的呀 那真的越战的时候 他们也死人了 那妈妈也哭着 还死了 也不是都不死啊 对吧 那他也很虚假 那你说就是只不过 他是一个艺术化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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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性的 这样的 他的一个主流的电影的方式 那我们看完了美国电影 美国电影归是美国电影 我们生活中要是让座 给 比如说给 给老太太让座 我问了几个小朋友 80后90后 我说你是情绪让座 还是家里教育 你习惯让座 还是你诚恳的真让座 回答 十个人十个人的回答 情绪让座 什么叫情绪让座 情绪让座就是 就是好像是个老太太 我该 我年轻做着不合适 我该起来 这是有一个习惯的一个 情绪化的一个推动 他站起来 但他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让座 想让座 我理解跟你不一样 我觉得情绪让座 是最好的 这是人性本善 他的意思叫同情 不是教育出来的 对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是一个很诚恳的 那因为我现在觉得 这个问题讨论起的 其实也是一个 挺深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只不过说 我遇到了这样的 在创作过程中 遇到的几乎是90%的人 的确是 就也不能负面成这样 全都不感兴趣 没有人感兴趣 真的没有人感兴趣 对 还有一个就没人说好话 就是说你提起一个 人就质疑 就质疑 那现在都 就太低迷了 我觉得 你起码一半一半 这事也是个阴阳 互补也是个平衡 也不能全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 全面接受美国英雄 然后我也问了年轻的小朋友 我说你真的都接受美国英雄 那美国英雄跟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还有一个就特别亲近 还有一个都快成血液关系了 对 然后我说你都成这个关系的话 你给老太太让座的时候 是你妈教育你的 我说你一到中国社会里边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都 都那么自我 又自私又自我 是啊 甚至都没有那个意识 他怎么不跟蝙蝠侠学呢 对了 我说你怎么不一到时候 我说你面对强权的时候 敢站出来说话吗 不行 不行 那你看那个美国电影是干嘛 哭一起而走了 感动一下 感动一下 跟你还没关系 然后说中国英雄说 你能把中国英雄贬低成这个样子 然后而且就全面的都觉得没劲 然后大家都觉得没劲 我说那都觉得没劲 那怎么办 都说您这没票房 您放心吧 导演 您这人理想主义 您意管这 您在这日子口说这干什么呀 说谁 没事吧 您这代人有病 你说没关系 其实真有关系 那个陈平原 那个一本书啊 《千古文人侠客梦》 专门分析这个关系 他说如果一些民众 他们渴望侠客来救他 就是路见不平啊 阿道相处啊 或者立功名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言必信 行必果 诺必成 这样的这样的 看上去这是英雄情节吧 其实恰恰是弱者行为 就是把自己的 本来的社会上 英俊的义务啊 通过一个对象宣泄掉了 他说所以呢 喜欢看武侠的 是弱势群体 而且是一个 缺失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 所以从 如果他这个理论成立的话 那在电影院 看完了美国英雄 发泄完了 回到车上就 就不需要英雄了 我就是个弱者 我怎么抗动 车上上来一个坏人 一抢东西的话 我当然不跟他打了 对不对 我的情节就 歇歇完了 所以这种英雄梦 跟平民的弱 是相辅相成的 这有点意思 相向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种英雄梦 这其实我英雄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比较宽泛 好比你一讲 就说舍己为人 我那天看你们这个调查里头 我觉得李小龙是英雄 但李小龙 他也没有说舍己为人 但好像我觉得一个人很牛 他就是英雄 他这个本事超级大 我也可以把他当成一个英雄 但是另一方面 这就说你要说身了 你可以说到 就现在甚至有些人在研究 就是说人的基因里头 人这种动物 过去我们认为 只有自私 才能保证你生存下来 可是现在的这个 越来越多的研究 倾向于认为 一个种群 一个动物的种群 其实它是有两种冲动的 也就是说咱们老以为 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 是应该是教育出来的 不是先天有的 但是一些动物行为的 这个研究认为呢 有些动物会为了整个种群的生存 做出牺牲它自己的某种行为 就所谓壮士断腕之类的 就说因为啊 在这个多少年的这种 优胜劣汰的淘汰当中啊 发现完全自私的动物 你这个族群也生存不下去 因为你需要合作互助 才能保证你这个族群的生存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 就说所谓这个英雄情节 我觉得全世界哪个男孩子都有 我甚至到这么大岁数啊 就是我可能有点幼稚 我经常我会幻想 幻想一个问题 有时候幻想的 我都能把我自己给感动了 我就幻想什么呢 学老师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 这个伦理问题 就幻想 外星人来了 这外星人呢 就是其实这个幻想里边 有我自己的自恋在里边 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外星人来了 就是要毁你们这个地球 你们完全不搁挡 把你们全世界的原子弹 加一块都不够人家炼的 对吧 就是说肯定把你地球全毁了 每篇看多了 对对 但只有一个条件 对吧 我们就要杀了德文涛 就杀一人 就杀了他 就能救你们全地球 我有思想过同样的问题 但不是外星人 你看 我有思想过同样的问题 反正就说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就说 大家联合国都来找我来了 就是你看 道先生 就就就就 你说这事 这怎么办呢 好家伙 我一会儿我有这个英雄情怀 然后我就幻想着 哎 我坐着宇宙飞船 跟着外星人走了 趴在窗户上 啊 撞行 告别了 对吧 我此去 对吧 没我回头路 对吧 去到那边 七个女的陪你 对不是 就说人外星人说了 肯定是要弄死你 死你一个人是牺牲 对吧 然后呢 哎 有时候我又犹豫了 我就有时候想半天 能想半个钟头 我说 真去吗 我 但是这个就是意味着 杀你一人 哎 这个问题你能解答吗 徐老师 假如有这个 我 我跟你想过差不多 不过我没你那么伟大 我根本不用救什么天下 救地球 我就想过 假如说有一个情况 我要是死了 有一千个人可以活下来 假如我这个时候选择不死呢 那一千个人就要死掉 对 那你 我设想过这样的问题 那你死还是不死 我的 我的 我设想的个答案就是说 我让那一千个人得得表个态 感谢你是吗 不是感谢 就是他们觉得应不应该 但我觉得我这样也很自私 他们肯定说不应该 因为从人道的理论来说 你不能牺牲哪怕是一个人来救你 这个从人道上说 就好像别人如果说 要别人死掉 我能活下去 我不同意的 我从原则上我不同意 但是要是他们一千个人都同意的话 那我就死了 那我就死了 我曾经这样想过 但是我认为 这个人类是有良知的 这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良知也会同意的 您觉得这是有两难的选择 两难选择 就所谓杀一人以利天下 对 这个就像 我死了 要是有一千人就活了 怎么办 你把他们想的太讲道理了 对对对 无需变法的时候 说这个当时实践谭松是可以活的 还在日本领事馆跟那个梁启超俩人聊天 后来梁启超就说 都朋友嘛 梁启超说 哎呀你别死 说你这谭松说 我得死 说呢 因为咱们这物须变法 这哥仨呀 说梁老 康老师跑了 那康老师走了 然后你呢 作为违心的活种 你得留下来 你还年轻 然后我呢 说这一局棋里 有一不死棋 那就得我去死去 我要不死 咱仨成笑话了 说死一个 那就 就是最牛的 咱这事就可以 这是真实因 然后说我死之后 我有一本人学这书 麻烦你帮我出版了 给我发表了 然后这个 当然朋友啊 就得留啊 这个 这个梁启超就说 说那个 你那个人学那书里面 写的死君和死士 这个问题 说是 死君 就是 呃 嫔妃干的事 这个老臣 愚忠的老臣干的事 死士 是为信仰 而亡 为 事业而死 说你应该是这个呀 说但是你现在 对于举动 有点像死君呢 后来这个 这个 谭宗说 这甭管 形势 是什么样的 这件事情 作为 我 在咱们三个里边的 这一步 平衡点 必须由我来走 就是 我必须死 没有任何道理 去死 而死之前还 8月7号那天 还 还洗摩你 他爸爸的信 然后就 保全他的家族 因为他官二代啊 他爸爸是那个 正四品大员 是这个 湖北省群府 无比少省长 不能连在家里 还把他家都保全了 就写他爸爸 怎么骂他儿子那信 然后这个 8月8号被抓 8月的9号 还给这个 标局的人写信 说你们把我 两本书拿来 因为他想可能 有个审判啊 结果8月10号 慈禧就也 也没经过 这个审讯 这一套路线 喀巴就 10号就给斩了 然后斩的时候 人家还挺快在 就他一个人挺叫唤 就说这个 挺快在快在 这些都有记载 所以这个家伙 我看到了一张 很罕见的照片 就他这种照片 大明星似的 就不是他瘦瘦的那样 有一张是群照里边的 他是 跟标局的人 还练个武艺 对 然后有会武 而且文词极好 还是个杂家 他就不用靠科举 他就直接 他爸爸给他活动了 一个官职 就是南京知府 这个候补 等于就是南京这个 市长的这个 这个候选 他去官二代 他挺好的活的 而且他身上 还有这个老大气质 还是个挺 挺有意思的 这是英雄 所以这人 都扮着悲 所以我现在 有点明白 这个田岛 他接下来要弄 那个李敖 那个小说法门寺 法院寺 北京法院寺 北京法院寺 就是写这个 谭思同的 我就由此就想到 你看李敖 有时候经常讲 其实这个英雄 是一种气概 就是他一种 什么气概 就是说 为什么理由先不管 但是敢死 能死 或者说到关键时刻 就是敢做敢当 舍我其谁 对 舍我其谁 他有那样一种 使命感 有一种使命感 对 你比如说 我记得 我有一次还听李敖 讲一个什么 就是日本战犯 还就是在东京 被审判 就要处死的 他怕死 怕死 结果他的老婆 先在家里自杀 就说 那叫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夫君 你怕死 是吧 我死给你看 就让你觉得 没那么怕 你看 这样一种 咱觉得很不正常的 一种行为 但是这个里头 有没有某种 类似于英雄的这种 敢死的这种 尽头呢 对 因为就像 我刚才说 这个谭子同 我不能不说的佛教 这个谭子同 是个大乘佛教徒 他是 他是那个 当时师从这个应该是 如果我没记错 大概是一个大居士 就相当于后来南淮景 这样的 在民国时期很有名 叫杨文慧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大居士 然后呢 他 他能死之前 是两年之内 是研究的大乘佛法的 一本 佛教经典 很长的一部经典 叫 华严经 八十一卷华严经 而且呢 就是当时 一句记载 讲华严讲的 最好的就是他 他可能接受的 这种释迦牟尼 什么舍身 是火呀 是虎啊 还有就是说 自己的肉身并不重要啊 人的精神很重要啊 生命的意义的寻找啊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所以最后 他可能把这个东西 看得很轻 把这个肉身呢 看得很轻 所以你说这个 我还想到一个什么呢 我就一开始问你 是不是佛门弟子 佛就被称为大雄 这也是很有意思 最大的英雄 那你说他这个 咱们说这种无欲 这种东西 破迷开悟啊 什么 了生死 这是最大的英雄 听你们这样讲下来的话 英雄是要牺牲 要有使命感 跟信仰有关 跟某种宗教的超越有关 那而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后来制造的很多英雄 其实更多的是属于一种公共道德教育 有很多是 比方说你让座了 对父母孝顺了 在学校里 你要做好人好事了 跟坏人坏事做斗争了 其实是属于一般的公共教育 其实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把这两个东西混起来了以后 反而造成了你讲的90% 对英雄这个概念的混淆 对 其实现在的问题 就在一个很物质的一个时代里面 就人都很务实 首先都很务实 然后务实之后 他就很难超越 然后人就活得有一些萧萧 我只是说这次我们做这个事情 也不是说想做个大事 我们就想做一个小事情 因为这事触动了 这问题有意思 我们聊一聊 然后至于说你是做不做英雄 这事情是您的选择 那我就不做英雄 也是我的选择 那说我准备说 比如好人好事这个事 不是因为你强迫我做了 我就不做 或者是要做 是因为好人还是要做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善心和良知 我这份修行还是要有的 那像我修佛 起码有一点 就是去掉了我好多的毛病 我发现了我好多的弱点 然后我想 我还有这么多的不好的东西 那我得从我不好的本心修起 我不能粉饰我自己 那我那个修都是假修 真诚心 真实上开始 真实上 看自己确实有这么多的问题 他是向善来 向善 而且还是有金刚勇猛的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也是英雄啊 这个自我超越的路上 他也是英雄 所以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